大家好,我是洛特 今天要跟大家谈一期跟销售相关的话题 就是在中国做销售和在海外做销售 有哪些同和不同的地方 那我主要讲四个方面 第一个是客户关系 第二个是项目运作 第三个是门槛 那第四个是竞争的程度 好,先说客户关系 那客户关系知道 就是销售的第一生产力 在中国做客户关系 其实难度要比在海外要大一些的 因为中国做客户关系 它其实更多的强调 三板斧是基本功 在这之上 你可能对你的驾驶呈现的能力 你的表达,你的谈吐,你的气质 你的社会地位 还有就是你公司带来的驾驶都有关系 那么是一个非常综合的这么一个过程 好,但是在海外做销售 它同样强调客户关系 但客户关系 有些时候并不是靠三板斧给拼出来的 因为大多数的海外国家 其实并不像中国对于反腐败管得这么严 这个时候就有很多的人 他会为了自己的利益 去想办法去卖项目 也就是说他把这个项目给你 然后他要从中拿commission commission就是佣金的意思 那么这种情况下 就是你不需要说跟他喝大酒 然后才能够拿到他的这一些承诺 就是跟你谈这些相关的事情 当然说你要有一个比较私密的比较呼吸的环境 OK,这个是必须的 但总的来说不像中国一样 因为我在北京做过销售 就很多人你必须要跟他喝过一顿大酒 你才能跟他谈一些让他帮你的这么一个事情 好,那么这是做客户关系的不同的地方 然后关于这个项目怎么打 项目呢,其实我个人认为 其实在中国做项目呢 更加系统更加规范一些 虽然说其实本质上项目运作 它都是在你发表之前 就应该把这个人家给定好了 这个是本质嘛 那中国其实呢 你要知道搞定了什么样的人 然后通过长期的客户关系积累 然后的话让他通过这个技术控标 或者透露价格的方式来帮你拿到这个项目 当然说就是海外的话呢 就可能说因为决策链比较单一啊 不像中国一样管得这么复杂 就是你又要需求部门 又要采购部门 还有计划部门 然后你所有部门都要去评审 那海外可能就是一言堂 你一个公司的老板啊 或者就是这个 某个政府的高管说了算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其实呢 他做一个项目呢 他并不是说OK 我真的需要这个东西 或者说这个东西其实不是刚需 但是他可能就是说有一笔钱想要花掉 那这种情况下呢 就会说想办法让一些厂家出一些解决方案 然后把钱给用了就完了 那其实呢 在国外做项目呢 比较简单一些 你只要把一些关键核心的高层给搞定了 那他其实流程上都可以帮你把事情都搞定的 好 这是项目运作 那么第三点呢 是门槛的问题 销售门槛这个事情嘛 其实大家都早就是都已经谈了很多遍了 就销售本身门槛不高 但是你要想要去一个顶级的公司卖顶级的产品 然后跑核心的客户群 那其实门槛还是挺高的 在中国也好 在国外也好都一样 但是海外的这一个门槛呢 又比中国多了一条 就他有语言的门槛 那比如说我在拉美的话 我就必须要学这些西班牙语 比如说你在东南亚的话 什么越南语啊 缅甸语啊 老挝语啊 那这种语言就必须要学习 你拥有本地语言的优势之后呢 你做销售 你才有可能说比别人做的好 你才有可能更快的去跟别人成为这一个朋友 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他这一个海外呢 本身来讲 做销售的门槛不高 但是因为在海外生活 他有这个语言的这一个要求 所以说当你跨过了语言的这个门槛之后呢 其实总的来讲的话 会比在国内做销售容易一些 那么再说竞争激烈程度的问题啊 其实大多数中国人是不愿意出国的 真正出国做销售的人们是少数 这一些人一般来讲的话 他可能在国内工作过 也有可能说直接是学了某一个小一种 直接毕业的 但是真正来讲的话 你具有这一个中国的销售经验 同时你又具有这一个区域销售经验 就是海外销售经验 那同时语言又过关 同时你又懂这个公司的技术 那这种人是很少的 一般来讲的话 就是你真有能够这种搞定这种人的话 要么就是本地长大的华人 在什么一些核心的大厂锻炼过 然后有比较强的销售工作经验 也有比较强的能力 那么这种人会比较少 所以就是说总的激烈程度 竞争激烈程度啊 在海外的竞争激烈 要没有国内这么夸张 你国内的话就是你 主要是同质化竞争太严重了 你很多这个项目呢 一群公司在抢 然后你一个公司呢 又有两个七八个销售 十几个销售 那么这些人就才成内卷 内卷才是竞争的根源啊 所以呢 在海外做销售 你可以避免这种情况 但是的话门槛也比较高一些 那我针对这种情况 总结出来呢 我个人建议是 如果说你想去尝试一下 这个海外的这个风土人情 想要待几年 OK 那你可以尝试做些海外销售 但要求的话 你英语或者西语 或者俄语 法语 德语 或者说东南下小语种 你必须要有过硬的语言本领 好 但是的话你还要考虑一个问题 就所有想要出国工作的这个销售呢 他都会考虑一个问题就是 当你工作了两三年之后 你是要回国 还是要继续在国外发展 你在国外发展的话可以 那你就可能一辈子在海外 然后这样子的话 你就会生活得比较舒服 那如果说你考虑说工作几年 然后再回国的话 那我建议你最好选一个比较好的平台 因为你如果说还要继续当销售的话 当你想要回国的时候 你肯定会面临一个问题 你想回国可以 但是的话你在国内并没有本地关系 没有本地资源 那这个时候的话会影响你这个入职 影响你的这一个薪水谈判 像很多大厂啊 然后他其实呢 真正考虑着销售的时候 还是会考虑招一些既有能力 然后又有本地关系的人 如果说你仅仅有销售的经验和能力 没有本地的关系和资源的话 那可能是不考虑你的 所以就是说当你想要去考虑做海外销售的时候呢 你可能要考虑这个问题 好 那这个视频呢 主要就是讲我对于这个在国内做销售 还有在海外做销售的一些观点和看法 如果说可以帮到你的话 欢迎给我的视频 点赞留言分享转发 好 我是洛特 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里方 大家再见 再见 再见 谢谢观看